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由于全球晶圆代工行业的利用率已经在2022年中期达到峰值水平,在供应链库存水平拐点到来之前,在当前市场低迷情况下,未来几季度,台积电的所有技术节点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。 其中,7奈米和6奈米工艺首当其冲,因为该制程在智慧型手机和消费类个人电脑方面的集中度更高。 根据Counterpoint分析,在2022年第三季度之前,台积电的7奈米及6奈米节点是其最大的收入组成部分,贡献了近30%的业务,但在第三晋营收占率降至了26%。 通过分析台积电7奈米及6奈米产品的晶圆出货量,发现高效能运算HPC相关产品,包括PC和伺服器CPU、迷散GPU、数据中心加速器、ASIC FPGA,主要在APSOC上的智慧型手机相关晶片,是台积电最大的两个细分市场。 分别占2022年晶圆总出货量的32%和38%,不过在5G手机AP及SOC订单需求尚未恢复前,台积电未来二至三个季度的, 7奈米及6奈米产能利用绿孔将滑落到80%至90%,直到包括WiFi及射频晶片、SSD控制IC等新订单开始上量投片,利用率将有望明显回升。 摩根大通11月底报告,也示警,台积电明年上半年将陷入更深低谷,明年首季美元计价营收将比今年第四季环比下跌9%,明年第二季恐再环比下跌12%, 全年美元计价营收恐无法达成公司定下的成长目标,而是汇同比减少4%,预期2024年才渴望见到快速回升。 其认为,台积电明年上半年5奈米7奈米订单可能减少,而因5奈米7奈米晶片被货量放缓,调降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预测,从340亿美元下调至310亿美元。 尽管事况疲弱,但主要先进制程晶片晶圆厂,一时也为闲着。 在半导体制造中,3奈米工艺是继当前5奈米技术大节点之后的下一个die shrink,几大行业参与者都在争先恐后。 较小的节点允许在给定区域放置更多电晶体,从而提高电源效率。 第一代3奈米晶片将能够将功耗降低近一半,同时大幅提高效能。 在2022年4月,英特尔就宣布了其制造工艺计划,从10奈米的Intel 7节点转移到Intel 18奈米的豪言,每一步都提供了相对于功耗的效能改进。 虽然这家科技公司目前落后于台积电和三星,但它希望到2025年赶上并超越它们。 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于6月最后一天在其华城拼则半导体工厂,开始大规模生产3奈米晶片,这是全球首家这样做的公司。 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30年,在其罗技晶片和晶圆代工业务上投资1320亿美元,并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建设一家半导体工厂。 该公司目前正在生产第一代3奈米晶片,并计划在2023年开始生产第二代3奈米工艺。 台积电作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,当前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耗资120亿美元的工厂。 第一阶段是5奈米晶片,该公司已确认它仍有望在2024年开始生产。 下一阶段虽然尚未最终确定,但未来将开始生产3奈米晶片。 创办人张仲谋11月中旬透露,台积电计划在其亚利桑那州工厂生产3奈米晶片,这座第二家工厂正在规划中。 该公司表示,计划最初使用5奈米工艺,每月生产约2万片晶片。 尽管由于劳动力成本和与相关的供应链问题,建造该工厂的成本高于预期,但它仍在按计划进行,并且迫切需要满足美国地区台积电客户的需求。 该公司在4月份就表示,计划在未来三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扩大其晶片制造能力,并计划在2025年生产2奈米晶片。 台积电将其名为N3节点的3奈米制成技术,描述为其现有5奈米产品的全节点跨步。 N3晶片采用FinFlex技术,允许工程师在一个块内混合和匹配不同种类的标准单元,以优化效能功耗和面积PPA。 该晶片的特性特别有利于制造具有大量内核的复杂设计,例如CPU和GPU。 该公司声称,新技术将提供高达70%的逻辑密度增益,在相同功率下速度提高15%,在相同速度下功率降低30%。 推出时,台积电希望在PPA和电晶体技术方面提供最先进的代工技术,而N3技术可谓行动和高效能运算,HPC应用程式提供完整的平台支援。 业内消息人士指出,这家全球最先进的晶片制造商,正准备将其N3工艺节点的3奈米晶圆产品的价格,与5奈米晶圆产品相比提高25%。 而这么做的原因,或许是为其接下来最为先进的1奈米制程工艺做准备。 11月以来,不少媒体报道称,台积电准备开始建设,其首个1奈米半导体生产设施。 据估计,为执行其计划,台积电将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辖下的桃园龙台园区投资约320亿美元。 台积电已在该园区运营两家半导体封装和测试工厂。 尽管台积电尚未证实或否认该报道,但可以肯定的是,它已确认将继续投资台湾的先进晶片制造。 台积电选择龙台显然有许多非常充分的理由,它有一个广阔的科学园区,离新竹总部和研发中心相当近,30分钟车程,也在距离桃园国际机场很近。 据媒体报道,台积电的投资若将约为320亿美元,这比台积电在两奈米厂的投资还多20%,也将带来至少20%的就业机会。 目前,还无法确定,这些成本和劳动力需求是由于新一奈米制造设施的固有性质,还是它们将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规模建造。 预计台积电将在本十年的下半夜开始生产一奈米晶片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晶片制造商一直试图将更多的电晶体挤压到更小的表面上,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。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工程师们一直在寻找其他2D材料来替代系,以便将晶片推向1奈米或更低。 台积电与台湾大学NTU和麻生理工学院MIT一起在1奈米晶片的开发中稳步前进。 该一奈米晶片的相关技术,首先由麻生理工学院的团队做出,然后由台积电进行优化,并由南洋理工大学的电机工程与光学系改进。 关键研究成果是使用半金属币,作为接触电极可以降低电阻并增加电流,这将把能源效率提高到半导体的最高水平。 2021年5月台积电发表了,在1奈米晶片上取得突破的联合声明,业界认为这一声明,胜过了IBM先前关于开发2奈米晶片的声明。 在台积电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工艺节点技术时,据国外科技媒体All About Circuit报道,台积电将在其亚利桑那州晶片工厂生产3奈米晶片,几乎板上钉钉之外,还可能计划生产1奈米晶片。 虽然1奈米晶片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量产,但当它真的到来时,它将为电动汽车、人工智慧和其他技术带来进一步的节能和更高的速度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 感谢您的观看